主席,各位同仁,還有各位行政院長官,還有各位美女朋友,大家早 3月27號前天發生規模6.1的大地震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,這一次的地震有一時86傷 但這一次的地震也讓我們回想起9.21的大地震 不過這一次地震的時候,我們看到許多中小學因為平時落實防災避難的訓練 學生在遇到地震發生時,非常迅速的集合,進行避難 例如台中市成功國中,松竹國小 而嘉義市的港平國小,更透過兩年前國家地震工程中心建置的地震預警系統 在地震發生前10秒,警報系統響起後,師生馬上停止上課 一樓的學童迅速拿起放在已被舉色的頭套往外跑 二三樓的學生暫時躲到椅子下,等到劇烈的搖晃結束之後,再往操場集結 相對於迅速避難的中小學童 多數在大樓辦公的民眾,或是居住於公寓大廈的居民 甚至包括政府的單位,還有我們立法院 當遇到地震發生時,仍不知道究竟應該就地掩護 還是立即逃命,只能今生尖叫 任期搖晃,直到停止 這樣的情形也顯示民眾的防災避難觀念仍有待加強 所以行政院訂定每年9月21日為國家防災日 但真正地地震發生時,大多數民眾仍然是手足無措,不知如何應對 由於遇到緊急災難時,緊張的情緒會導致判斷力減弱 因此,唯有靠平時的演練,才能在遇到天災發生時,確保生命的安全 熟練的逃生跟知識,是平時必須要加強訓練的 因此,我們要求行政院必須加強防災救災訓練的工作 除了學校以外,各行政機關、辦公大樓、公寓大樓等 皆因定期舉辦防災救災的演習 透過紮實的演練,將正確的知識跟方法避難的路線傳達給每一個民眾 一旦發生真正的重大災難時,才不會只有尖叫 謝謝